大家好,我是李水红 下面我为大家讲解JPPM从入门到高级开发这门课程 首先我带大家看一下课程大纲 本节课所要讲讲解内容都在这里面 首先讲解是 JPPM的一个环境的一个搭建 接着是Hello World的一个实例 这个实例是一个JPPM的一个入门的一个实例 接着是JPDL的一个讲解 JPDL是咱们的一个JPPM的一种语言 流程定义语言 接着是JPPM的一些初级开发的一些知识 包括流程的一些部署、发起、完成、查询等 接着是JPPM的一些高级开发 它主要包括咱们的JPPM和业务系统的一些整合 接着是JPPM高级开发里面比较重要的一些东西 包括咱们经常用到的汇签、回退、自由流等 这些都是比较高级的一些东西 接着是JPPM的一个web流程设计器 这也是咱们本门课程的一个核心东西 最后是讲解的一个JPPM的应用的一个web实例 这个是咱们的一个JPPM的一个总结性的一个讲解 是把前面讲解的知识都集合到一起 看完这门课程的大纲以后 咱们来说一下这门课程的一个主要特点 我把这门课程的特点分为四部分 咱们这门课程主要分为四个主要特点 第一个特点就是咱们课程 它这个和咱们实际项目集成 结合的比较紧 为什么呢 因为咱们这课程 不光是要讲那个 JPPM的一些基础知识 还要更重要的是 它的一些在实际项目中的一些应用 包括它实际项目中 与Spring MVC Spring 包括前端的一些显示框架 EDUI 这些都要集成到一块 我都会讲到 这个是咱们一些经典的一个 现在主流的一些开发系统里边 必须用到的一些知识 这个是咱们要讲到的 也说对大家非常有帮助 包括Spring 操作GDBC 这些东西 我都会讲到 也就是说如果学习了这门课程 不光能学到JPPM 还能学到一些其他的一些 包括Spring MVC Spring 包括EDUI 包括咱们一些 其他的一些数据库操作的一些知识 都会都会学到 这个是第一大特点 还有个是第二大特点是 咱们GPPM这块讲的也比较深入 不像以前的 一些是 一些视频 一些课程 他讲的一些都是从GPPM那些应用 咱们主要还是一些 呃 流程实际中用到的一些特色应用 包括一些GPPM的自由流 回退 汇签呀 包括GPPM的一些月级省批 包括GPPM的一个定时器 Timer 他的一些应用 这些都会讲到 最重要的 还有一个就是 GPPM和咱们的一个 用户系统的一个接入 包括用户呀 角色呀 包括这些 代表任务呀 这些到底怎么查看 咱们有时候非常困惑的就是 我 汇了一些GPPM的基础知识以后 但实际项目中究竟如何去用这个东西 我这里边都会讲到和咱们实际的系统 究竟是如何 集合到一块去用的 这个是 咱们这节课的一个 这门课程的一个 重要部分 这是前两个特点 第三个特点是一个 咱们要讲解一个 GPPM的一个web流程设计器 因为咱们 了解 GPPM人 也许看过 就是咱们的GPPM 定义GP.L流程的时候 去 是在那个 Eglips里边去定义的 这个是非常专业的一种定义方式 体验性不是很好 咱们这个讲的包括 是一个web端的在那个 浏览器上 直接就可以定义流程 这个是非常方便的 然后我给 这里给大家展示一遍 这个 流程定义设计器 他是怎么去工作的 先首先看一下大体了解一下 这个是咱们的一个亮点 首先我 已经把这个项目已经在本地部署好了 这是 我做的一个Demo项目 将来肯定会作为一个正式版的去给大家讲解 大家看一下 这是我做这个Demo里边的一些东西 这些东西将来都会给大家讲解 咱们看一下 就是说我说的那个web流程设计器 它到底是 怎么去做的 首先 咱们添加一个流程 就是 咱们要做一个流程 比如说咱们这个流程就叫 请假 好确定 然后有了这个流程以后 咱们这块有一个定义流程这个链接 咱们点进去以后就能看到这个设计器 大家看一下 大家看一下这个就是我要将来要讲解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块 就是一个流程设计器的内容 看着 这些东西 就是说我这个流程 能在这个web浏览器 我这用的这个是A1 A浏览器上去用 比如说这些 节点都可以去拖在 拖了以后 大家看 这节点属性 咱们也可以编辑 比如说这个文本叫什么名字 都可以编辑 这些东西都可以选择 比如说任务节点 这些合并节点 分支节点 还有结束节点 这是都可以用的 每个节点都有它的属性 这些都可以编辑的 而且这些节点都肯定是可以连接起来的 用咱们的一个转移 这些都连接起来的 这些都可以去连接起来 这就是咱们那个流程设计器的一个内容 这些节点 这些都可以去线连接起来 而且都可以方便的去操作 如果我这个线看话多了 然后就把这个线选中 然后按一下Delete 这个线就没有了 也说这些都是非常方便的一种操作 这就是咱们的一个 真正的一个在线的一个web流程的一个设计器 这个是咱们这门课程也要讲解的内容 最后 我说一下 就说咱们这个课程 就是还有一个特点 就是一个我的一个讲课风格的一个问题 我的一个讲课风格就是咱们以实践为主 就是说我每节课都会有代码出来 有实实在在的东西出来 包括每一个步骤都会都会讲得特别清楚 主要是以实践为主 就是我的代码 大家能跟着敲的 尽量去跟着我去敲一些代码 然后我每节课的代码都会非常详细 就是说 我会一步一步的给大家做一些演示 这就是我的一个讲课风格 而且里面一些会参差一些 我对这些 这些知识内容的一些理解 深入的去了解 让大家去从本质上认识这些知识 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风格 而不是像一些咱们一些在学校里边的一些老师们 他们主要是讲解一些基础的一些理论性的知识 理论性知识 这块我讲的比较少 但是我主要是侧重于实践 就说咱们我如果你拿到了 这门视频或者是看完了这门视频 基本上就可以快速去上手 去完成一个 gbpm相关的一个 系统的开发 就这样是我要达到的目的 这就是我 说到的就是咱们这门课程的一个 四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是一个 和实际的项目结合比较集 第二个特点是 gbpm 这块讲解的比较深入 第三个特点就是一个 带来了一个重量级的一个 web 流程设计器 第四个特点是 我的讲课风格是 以实践为主 这个和 也和我的职业相关 我是一名工程师 所以说我是想 想给大家带来的更多的就是 实际的东西 干货 也就是说 这是咱们那个 这个特点 讲完了 这门课程的一个大纲 和这门课程的一个特点 以后 我给大家说一下 什么是gbpm 既然我讲的 这门课的名字 叫gbpm 到底gbpm 是个什么东西 是个名什么课程 它能做什么 这里面我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 首先 gbpm 是咱们的一个背景 首先我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它是一个 现在 录属于街报时的一个 工作流开发引擎 是Java的一个开源项目 它主要是 用在什么地方呢 大家 学这门课程之前 肯定是有所了解的 它既然是一个工作流 开发引擎 什么是工作流 就说咱们生活中 哪些地方都是工作流呢 有工作流的地方 就可以用gbpm 所以说咱们首先 认识一下什么是工作流 咱们在生活中 工作中 或者学习中 经常会遇到各种审批 各种的一个呃 层层的一个呃 文件呀 什么公文呀 一些层层足迹的一个递交 扭转 这些都是工作流 比如说在学校里边 咱们有一个 请假 比如说我生病了 请假 要导员或者是班主任去审批一下 批走了以后 就可以请了 可以走了 这就是咱们的一个审批流程 这个就是最简单的一个工作流 还有 比如说咱们在公司中 里边有一个 比如说报销流程 比如说你要报销一件东西 首先你的领导去审批 然后你的 比如说是部门经理 比如说领导的领导 再去审批 最后 比如说财务那边也要去审批 审批 最后 所有的环节 审批完了以后 你才能拿到这个钱 最后 这就是整个的一个 工作流 还有一些 比如说咱们一些跟政府打交道的时候 咱们会你会 发现这个审批更是非常严格 非常的个 精细的 比如说咱们要出国要申请个签证 或者是 你要去 去申请一个户口 去户口去转移 或者什么的 这些都会非常严格的 层层去审 审批你包括你的一些 家庭背景呀 包括你的一些 收入呀 他都会省 省频道 所以说这些 就是咱们经常用到的 工作流 这些工作流里边 都会 都 可能用到这 BPM 都能用到这BPM 这BPM都会在上边 做一些事情 这个就是咱们的 这BPM和实际业务中 到底 怎么去 搭上关系 这个就是咱们的一个 这BPM的一个用处 然后我接着讲解一下 就说 既然 咱们没有这BPM 之前这些流程 也不是在走吗 为什么 现在就要用这BPM 去解决这些流程呢 这个是 咱们这BPM那个 非常核心的一个功能 就是我们这BPM 能应对各种变化 什么意思呢 就说咱们软件开发中 经常会遇到 最重要的是 能分装变化 你比如说 打开一个图 这就是咱们 这BPM做的一个 原生的一个 这BPM画的一个 流程 省批的一个流程 大家看一下 就这个流程 从申请 你本人发起申请 到经理省批 这还有个老板省批 中间还有一个 一个选择节点 最后有一个 结束节点 有两个结束节点 这个什么意思 就是说 这么 一件事情 如果你不用这BPM 会非常的困难 会 比如说我 申请 到了经理省 省批完了 到底 用不用老板省批 这个问题 咱们如果写词的话 就会出现 一出现一种情况 比如说我 A企业需要老板省批 B企业 不需要老板省批 或者是我 a 种业务类型 需要老板省批 B 种业务类型 不需要老板省批 还有一种同一种业务类型 比如说是 比如说我去报销一件事 报销这个经费 比如说我 500块钱以下的 不需要老板省批 500块钱以上的 需要老板省批 这么多层层去变化 究竟去怎么去开发呢 比如说 每一个 每一种情况都会重写一套代码 大家会发现 会有大量的重复的代码 这里面 第一个是代码重复 资源浪费 第二个是 你不好维护 比如说我这个 有一个流程 有 这些流程里边有些共通东西 比如说老板省批 这件事情 比如说老板省批完到底要干什么 这个 这件事情 比如发生了一点变化 这个动作发生了一点变化 你就会改 比如说改ABA的一个流程 B的流程 C流程 比如说五个流程 你会改五遍代码 这是非常复杂的 这大大增加了咱们的一个 开发成本 这当然是咱们这个 现在这个开发里边 要严厉杜绝的一种东西 所以说咱们就引进了 gppm这个东西 咱们在gppdl里边 定义的这些节点 然后把这些节点 用一个 用咱们的流转的一个线 将来咱们都要讲讲道 去定义 定义好 然后定义一些这个节点 咱们将来要讲 这个事就是咱们的一个选择节点 分支 他可能到更入不同的情况 去判断到底是 直接结束呢 还是到老板呢 这个就是咱们的一个节点 包括这个经理省批 经理不光能省批通过 还能省批驳回 这个也是咱们的一个 gppm那里边能实现的一些东西 这就是我将来要讲的一个回退的一个功能 所以说有了这个功能以后我做一件事情如果改变了 如果比如说这个流程里边 我 把这个 选择节点给去掉了 然后 我直接把个经理和老板连起来 这样的过来 就是我直接需要从在图里边一画 就是在咱们的设计器里面设计好 然后直接一部署 就OK了 就说咱们就 业务 业务上 就 就这么走了 所以说 这个就是非常方便的 只需要 变一个地方 就说整个业务代码都不需要去 重新重构的 这个就是咱们那个 gppm那个强大的功能 他能应对变化 所以 这个是应对变化的一个 能 能力 还有一个就是咱们和gppm会给咱们定义了好多的一些 东 现成的一些东西 比如说这个图片大家看是怎么生成的就是咱们gppm生成的 比如说 这些红矿 看到这些 黄色的矿 这些怎么怎么拿到怎么拿到怎么做了 咱们也能通过gppm的一些 东西 把这些拿到 包括gppm 我这个流程到底走哪些节点 gppm都会给咱们原先定义好 这样会减少了咱们很多的去开发 而且这些定义 这些走流程节点也好 都是在数据库中持久的 自己画以后的 所以说这个 也会大大提高咱们数据的一些安全性 包括表结构 都是人的设计好的 这个是 肯定是设计非常合理的 这个就是咱们的一个 gppm做的一些功能 包括历史的查看 包括当前节点的一些查看 包括这个 每流程的一个变量的传递呀 这些都能做到 这个就是咱们gppm的一个功能 说白了 就是说咱们这个gppm有哪些能力呢 他就是制定 第一 我下边写了三句话 这句话 三句话非常 虽然说非常简单 但是完全能够全是gppm的功能 第一个gppm定义规则 给一件事情定义规则 比如说这规则 你的必须得遵守我这规则 这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个是 定完规则以后 怎么走 就是你发起个邮程实力 按着规则 就是 你从走 怎么走 比如说 走到这个节点 是走老板了 还是走结束了 这就是你 业务中 我能约定你怎么走 第二个 第三件事情就是怎么做 就是说 我走到这个节点了 到底能做什么 比如说我这个 任务到老板审批这个节点到底能做什么 比如说 咱们经常会遇到到老板审批我要给老板发一封邮件 或者是老板审批的节点的时候 我要在库里边操作有某个业务的关键字 比如说把这个业务 只改成一个 审批中 这个状态 或者我比如说结束了以后 我这个结束节点到底能做什么事情呢 比如说我在这个结束节点 里面去发一份邮件 发一个短信 或者是我去修改一条 业务 记录的一些状态 这些都可以做的 都可以 在里面去实现的 这个就是咱们 GPPM的一个核心功能 就是一个 规则 怎么走 怎么做 就把这三句话 理解透了 咱们GPPM的一个功能 就能说清楚了 这个就是咱们我要讲解的这个什么是GPPM这个功能 我这里讲解的是 主要讲解的是一个大体的一个 轮廓性的东西 就是说让大家初步的去认识一下这个东西 咱们学任何东西 学任何知识 都要首先去认识他到底 能做什么 是用来做什么的 他是怎么做的 这个了解了以后 学后面的东西就 事半功倍了 这个就是咱们那个 简单那个 GPPM的介绍 那么这节课 主要讲解的就是一个 让大家认识一下 这个GPPM 包括我这个认识一下 这门课程那个大纲 这个课程结构 这门课程特点 最后给大家讲解那个GPPM那个 大概的一个作用 这节课我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